我叫板娘小薇 一名幸存者 今天呢 这没签之后两周一次的更新 它又来了 说实话 这次更新的内容呢 其实还是蛮多的 什么新武器啊 新副本啊 营地的新时代啊 等等等等 对吧 但是在老娘我眼里呢 最关注的 当然还是这套新时装啦 不吹不黑 这套洁白约顶 不论男女 是真心都好看的 而且价格也还合理 对吧 所以老娘我也是 没有丝毫的考虑 果断拿下 另外呢 这次更新 我还发现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啊 没错 那就是这个 千道零网一云课堂的活动了 你妹的 话说这策划师 以前怕不是当老师的吧 这居然还惦记着 我们上网课的事情 你敢信 不过回头想想啊 这个活动还是挺好的 现在玩个游戏 连什么语术外啊 职场提升啊 生活百科啊 都能学到 你说气不气 好了好了 不皮了 我们还是接着 讲新版本的内容吧 昨天呢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 这多倍雪山新副本的 进入条件了 才继续要75G 并且是要在通关 莱文市医院的情况下 对吧 说实话 这门槛对于我来说 实在是有点高啊 不过 为了能第一时间 到副门里面 溜达溜达呢 老娘我是昨天 连夜接了账号 拉起了队伍 你敢信 在这里呢 首先还是要感谢一下 右下小姐姐 和红帮几位老朋友的 大力支持 而且我要非常傲娇的 告诉各位 我们首次开荒 就达到了双S的评分 你敢信 不要羡慕 不要激怒啊 下面我就来分享给大家 这新副本的具体打法吧 第一阶段 掩护亚瑟两口子 和红衣小女孩 穿过山洞 说实话 山洞里这些五彩斑斓的蜘蛛 还是蛮恐怖的 攻击力和防御力都不低 而且还会爆脸 击退 这些技能 你敢信 清理的时候 一定不要追求速度 及时解救被爆脸的队友 到了山洞尽头之后呢 不要着急踩烂圈 不好状态 放好弹药箱 然后开始清理小怪 这里建议丢好减速和护盾 放个武士在前面扛就好了 清理完小怪 进到铁门之后 开始找密码 这里相对来说 还是很轻松的 先打掉头顶 或房间里的蜘蛛箭 如果掉下来的是 科技会的成员 就可以获得密码了 如果是感染者 直接打掉 继续去找蜘蛛箭的 找七三个密码之后 打开铁门 就可以走出山洞了 第二阶段 进门之后 首先要打掉门口的 一个小boss 这里没什么好说的 武士扛着 急火输出就好了 接下来 它是这个副本 目前最难的一个环节 因为不仅要守着 信号发射器清理小怪 而且还要看着 红衣小女孩不被抓走 更过分的是 这些小怪还都是精英怪 打人那不是一般的疼啊 我们队的三个武士 负责清怪 我负责看护小女孩 如果强度不够的话 这里是很容易被团灭的 第三阶段 到了停机瓶之后 就要准备开打 最终boss毒液了 说实话 这boss比我们想象的 要简单的多 除了中间有个类似 奥兹吸人的技能之外 好像也没什么难度 直接急火输出 轻松就打掉了 不过红衣小女孩 还是被奥兹给抓走了 最终我们是用了 11分钟左右 就双S通关这个新副本 说实话 看到这里很多小伙伴 感觉还挺轻松的 对吧 不过老娘 我有什么说什么 千万不要随意去 尝试这个副本 因为我们这个队伍 整体配件都是满12 装备也都是专严蛮高的 而且还是有 三个武士的情况下 才能打成这样的 如果队伍强度不高的话 打这个副本 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好了 这次新版本的其他内容呢 我后面还会出视频 慢慢来讲的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